埃德蒙顿两岁女童的呼吸器被拔除后死亡 她的父母虽然被控虐待等数项罪名 但仍获准出席 女童于今日在阿尔拉德什清真寺举行的葬礼 女童的父母正面对数项形式检控 两人仍然还押 法官周五颁布法令 批准两人出席葬礼仪式 但需有警员押解 他们也要遵守另一项条件 就是两人之间不可有任何接触 医生此前在法庭作证称 女孩脑部创伤无法复原 永远无法再度苏醒 阿省上诉法庭周四下令 拔除女孩的维生呼吸系统 被告代理律师曾向最高法院提出 暂缓执行申请 但遭到了法庭拒绝 女孩的呼吸器于周四晚间被摘除 她随后离世 女童的父母当日获得了20分钟时间 最后探望女儿 两人被控严重攻击 刑事疏忽导致他人受伤 未能提供生命必需条件等罪名 但现在女孩已经死亡 预计指控会加重 救护人员今年5月25日 赶到埃德蒙顿一栋民宅 发现女童与其孪生姐姐受伤 严重营养不良 警方说当时两人的体重分别只有13和16磅 这个人的体重分别有